黃青霞因為涉嫌預期居留 和使用虛檢文書等六項罪名被控告 日前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押後到4月16日再審 目前黃青霞被還押到大膽懲教所看管 李隆基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 黃青霞目前狀態還好 並向他發表愛的宣言 而對於坊間很多人說 黃青霞是為了錢才和他一起 李隆基就當著藍天白雲發誓 有時等一萬兩萬 拿一百幾十去買東西 最多都是一千多元 沒有 老實說 這麼多年來 如果我發覺他真是為我的錢的話 不會發展到今時今日 這個真意